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红宇今天要说的它不是鸭嘴兽 而是和鸭嘴兽一样长着鸭嘴的鱼 您没听错 就是长着鸭嘴的怪鱼 那鱼怎么会长着鸭嘴呢 你往下看就知道 广西八马县有一个偏远的山村叫做大洛村 村头有一个很大的溶洞 村民都管它叫做浮洞 洞里有条地下河 村民常在这个河里捕鱼 奇怪的是 他们只敢在洞口捕鱼 没一个人他敢进入洞中 当问他为什么 静也没人答得上来 这天呢老黎呀和村民们来捕鱼 说来也巧 前段时间大旱 河水呢退了不少 几人呢就沿着这河呀 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洞中 突然老黎呢就看见水里面有个白色的东西 十分晃眼 哎呦这是什么呀 怎么有个一百白的山里面 有来有去的 那我就砍出来用网 一网吧 老黎呢没想到 他这一网啊 不但网出来一条怪鱼 还网出了一个难解之谜 这不一样啊 特别不一样 就是那嘴巴呛呛嘴 那其他鱼不一样 怪鱼呢体型不大 约二十厘米 和普通的鱼一样 它有齐条 身体上呢 它覆盖着鳞片 不同的是 怪鱼的颜色它很特别 是淡淡的肉粉色 再看他的眼睛 竟比一般的鱼呢 小得多 最奇怪的是 他的嘴巴不但突出 还又扁又平 和鸭子的嘴巴呢 十分想象 这是什么鱼啊 怎么会长着一张鸭嘴呢 老黎几人呢 盯着这鱼看了半天 还是摸不着头脑 一般的鱼呢 你像这草鱼鲤鱼 它都是青黑色的 而这怪鱼 它是肉粉色的 那肉粉色的鱼呢 虽说少见 但也不是没有 像金鱼的品种繁多 肉粉色的它也有 可问题是 长着鸭嘴的鱼 却从来没有人听过 这时呢 有一个村民一排大腿说 说哎 说要不去问问 村里的百岁老人呢 他们见识多 说不定知道这是什么鱼呢 两位老人看到怪鱼呢 也是一头雾水 但是我没见过 但是这辈子从来不见过这个鱼 别样是有多的 这种没见过 比别样的鱼很多 该法的见这种 我见了 我没见过 老人说 他们在大洛村啊 生活了一辈子 这样的鱼啊 你别说见过了 听都没听过 哎 这话呢 典型的老鲤 说这怪鱼 它是浮动长大的吗 它是不是意外来到浮动的呢 那如果是 它从哪来的呢 那如果不是 它会不会是浮动的鱼 发生突变变成的呢 那如果是突变 那洞里面应该不止一条怪鱼 这么一想呢 老鲤就决定去这个浮动找找线 可没想到 它这一去啊 不但半条鱼没找到 还被吓得够呛 那洞里有什么呢 浮动内大大小小的洞穴很多 大多都深不可测 而且那洞里很黑 伸手不见五指 要是一不小心踏空了 那可就完了 难怪没人敢进洞啊 这洞中是着实危险 老鲤的单枪匹马就来到洞中 这时呢才觉得啊 自己太鲁马 准备远路返回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突然一个东西就朝他脸上去飞了过来 吓得他呀 脸都白了 那这是什么呢 老鲤呢 撞着撞胆子 四下查看 发现洞顶有一群黑乎乎的东西 细细缩缩的 上面是什么呀 嗨 竟然是一群蝙蝠 经这么一下呢 老鲤他是什么心思都没有了 没想到自己的一番折腾 连鱼影都没找着 你更别说线索了 老鲤呢 回去就和村里面商量 说要不把这鱼啊 送到县里的水产局去看 他们天天和这鱼打交道 说不定见过这种怪鱼呢 可结果呢 处乎所有人的意义 不但认识 没见过 不懂是什么鱼 这是南京市水产局啊 给他们去鉴定干过 都说不出是什么鱼 别说县水产局了 就连省水产局啊 都没人认识怪鱼 那老鲤呢 纳闷了 没想到自己捕鱼呢 还捕出个难解之谜 这长着鸭嘴的怪鱼 这究竟是什么鱼呢 老黎呢 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寻找答案 可自己呢 他也没办法了 哎 他就找来记者就说了这事 那记者一听啊 是眼前一亮 说指不定这鱼和鸭嘴兽一样 他是珍惜物种的 那如果是 那可是一个重大发现 记者呢 立马就找到了中科院动物所 果不其然 哎 他找到了一个鱼标本 和大洛村的这个怪鱼呢 像极了 同样都是突出的扁平的怪嘴 那不同的是 怪鱼眼睛呢 它更小些 说这俩鱼 该不会是同一个物种啊 赵亚辉呢 他是中科院动物所的副研究员 据他说呀 标本鱼呢 它是在广西何时发现的 九维金线霸 它是一种极其珍贵的洞穴鱼 这洞穴鱼是什么鱼啊 洞穴鱼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生态上的概念 它是指呢 一些 以这个洞穴或者是地下河水体 为这个生存环境的这么一批鱼类 遗憾的是 赵亚辉呢 他没有亲眼看见怪鱼 无法确认怪鱼呢 它是不是旧为金线霸 不过要宏宇说呀 说这怪鱼呢 八九不离时 它就是旧为金线霸 怎么说呢 首先 洞穴鱼 它大多生活在 塔斯特熔岩地形的洞穴里 而这浮洞呢 它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其次 标本鱼 它除了眼睛大些 其他的地方呢 和怪鱼几乎是一模一样 第三 专家说了 越是生活在洞穴 越深的鱼 由于光线暗 眼睛它就会退化的越小 怪鱼 说不定是因为生活在这个浮洞最深处 眼睛它才变小 当然 这些呢 只是猜测 等专家见到怪鱼 真相呢 才会大白 可问题是 专家见到怪鱼后 自己也开始不确定了 你可以看到 它的眼睛很小 身体的颜色很大 另外像这个须叶比较长 背部比较高 这些呢 都是典型的洞穴生活的物种呢 它所具备的特征 虽然能够确定怪鱼 它就是洞穴鱼 和洞穴鱼呢 种类很多 长得呢 也都差不多 而老黎家的怪鱼呢 一直放在冰箱中冷冻 对专家来说呢 鱼的颜色和形状呢 都已经变了 还是无法变成怪鱼 它是不是旧为寂静啊 事情呢 都快水落石出了 又来这么一出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线索有了 专家也来了 要弄清这怪鱼的身份 万事俱备 只差再找一条怪鱼了 没办法 老黎呢 带着专家 又去浮动找鱼了 意外却发生了 俩人在浮动呢 守了好几天 愣是没看见一条怪鱼 那怎么会这样呢 哎 故事到这呢 陷入了一筹莫展之中 那就在所有人 都要放弃 寻找怪鱼 知名答案的时候 县水产局 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十年前 在距离大洛村数十千米外的另一个村庄 有人捕捕过一模一样的怪鱼 几人一听 连忙就赶往那个村 可一到那儿呢 都忍不住泪奔了 由于建水库啊 这里的地形呢 变化很大 山洞没了 怪鱼 那也早就消失了 感情是 空患记忆上 不过呢 我们至少可以确定 怪鱼 它不是基因突变 那也不是意外出现 是早就存在 不过这时啊 又有村民说了 说大洛村和那个村子 相距数十千米 中间呢 全是大山 十年前在那边消失的怪鱼 那怎么会在浮动出现呢 它是怎么过来的呢 巴马的地形是 田形的喀斯特地形 所以它呢 河流 时隐时现的 都是有的地方 是流过地下河的 有的时候是 以那个 铁板水河流的形式 流出来了 巴马县呢 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 山多水多洞穴多 大大小小的明河暗河呢 就形成一个 相互贯通的大网 专家啊 推测 怪鱼的虾 因建造水库呢 被破坏了 那为了寻找 合适的住处呢 它就兜兜转转 它就来到了浮动 之后呢 被老黎发现 老黎呢 没想到 自己呢 无意间捕到的怪鱼 还是个宝贝 可问题是 眼前的宝贝 虽然知道 它是珍贵的洞穴鱼 却不知道 是哪种洞穴鱼 他就和考试知道 自己考了第一名 他却不知道 考了多少分一样 老黎着急啊 可没找到活的怪鱼 你着急也没用 那怎么办呢 哎 老黎呢 就决定 再去洞中 碰碰运气 哎 没想到 这次呢 还真碰着了 老黎呀 他又捕到一条怪鱼 那这下总能够确定 怪鱼的身份了吧 大米标本拿了一看 和我们有的标本 对照了一下 它就应该是一个种 小眼金线吧 总算真相大白了 怪鱼呢 不是我们猜测的 久违金线八 而是小眼金线八 数量是极其的稀少 十分珍贵 可这鱼怎么会长一张鸭嘴呢 照理说鱼嘴和鱼捕食的习惯有关 你比如说鲨鱼的嘴巴 它在下面 因为它从这个水底捕食 而嘴巴向上的鱼呢 它习惯吃小鱼和这个水面的食物 那小眼金线八 它和鲤鱼一样 嘴巴呢 在中间 但更加突出 取食呢 更方便 那小眼金线八吃什么呢 它的鸭嘴和它捕食的习惯有关吗 难得遇上如此珍贵的洞穴鱼 专家就决定继续研究下去 在洞穴这样一个特殊的生活环境当中 因为它没有阳光 所以呢 那个植物就是不能进行光喝作用 所以它水体里呢 就缺乏这种 能够进行光喝作用的这种 浮游植物 那么整个的这个食物链呢 从我们的想象上 它是断裂的 所以呢 这我们也很疑惑啊 那个 它到底吃什么 老黎呢 就想起自己在洞里面见过的蝙蝠 说这小眼金线八 是不是吃蝙蝠粪便呢 蝙蝠一飞过去 那个蝙蝠的 那个粪便呢 跌下来 专家就决定 解剖老黎放在冰箱里的小眼金线八 看看它究竟吃什么 可没想到鱼肚子一抛开 所有人都惊呆了 是 肉质性的动物 它的肠胃里呢 我们发现大量的这种昆虫腹肢 和这个水生的这个 无脊植动物的这些腹肢 我们知道的食肉鱼啊 像鲨鱼 食人鱼 那都是体格十分凶猛的鱼 红鱼呢 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见到如此小巧的食肉鱼 不过专家还说了 说小眼金线八吃肉 那也是无奈之举 他们常年生活在黑暗的洞穴中 没有植物 他就只能吃浮游生物了 可小眼金线八吃浮游生物呢 他并不需要如此突出的怪嘴呀 他的怪嘴 那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的整个的围框骨系 都有变化 骨骼上都已经有变化 小眼金线八的骨骼 为何会发生变化呢 哎 要找到答案 得先了解他的头部骨骼 可他的体型小巧 那怎么才能够看清他的头部骨骼呢 对了 可以借助X射线 然后怪鱼的骨骼呢 清晰的呈现出来了 他的这个嘴的特殊呢 是正好恰恰跟刚才眼睛周围的那些骨骼 发生了巨大改造的关系 主要是眼睛周围的一些骨头啊 包括顶骨啊等等啊 都塌陷了 形象一点说 我们形象一点说就是都塌陷了 这样呢 从外形上看 好像他的嘴巴变尖了 变得那个向前秃了 但是从整个的这个比例上来看 应该他来说比较正常 原来小眼金线八呢 为了适应黑暗的洞穴 眼睛啊 他越变越小 眼周的这个骨骼塌陷 挤压了边上的骨头 哎 才长出来这么一张怪典 想想这小眼金线八啊 也挺不容易 因适应环境呢 被迫长出一张怪嘴 那也就罢了 家园呢 还被人家破坏了 为了再找个家呢 穿越了几十千米的大山 才来到巴马县 那期间的这个艰辛呢 那可想而知 老林呢 把后来补的这小眼金线八呢 就放回了浮动 希望这浮动呢 能够成为他们真正的福地 不会因为旅游资源开发等原因呢 遭到破坏 不要让这群美丽的生灵再次无家可归 巨大霉坑挖出神秘怪石 这怪石是什么宝贝 传说赵通地下有龙 怪石难道是传说中的龙骨 赵通地下究竟埋藏了什么秘密 经典传奇正在为民解密 俗话说呀 世界真奇妙 只有不知道 没错 刚刚呢讲了一种长着鸭嘴的怪鱼 那接下来呢 洪雨再给大伙呢 讲一件发生在云南兆通的离奇怪事 据说呢 当地的村民挖煤 竟然挖出来三千斤尸骨 尸骨呢 形状奇特 不像人的 也不像普通动物的 那是谁的呢 当地的村民说了 说那是传说中的龙骨 怎么回事呢 说起呢还得从一个锯坑说起 那就是这个坑约五十米深 直径呢百米不止 这是哪呢 怎么会有个锯坑呢 当地村民往美这个已经是很长的历史了 解放前就开始 他们过去都是小规模的 都是打隧道进去 原来云南兆通地下 赫煤资源丰富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附近的村民呢 都到这儿挖煤拿过去烧 短短几年呢 他就挖出来这么一个锯坑 不过呢 这个锯坑啊可不简单 传说中的龙骨 就是在这儿被发现的 怎么回事呢 一天村民毛国栋和几个村民呢 就在这儿挖煤 突然呢 他就感觉自己挖到了一个硬东西 起先呢 他以为是石头 拿起一看呢 却发现这石头啊 有些奇怪 挖煤的是 开始发现了一小块 后来跑了就跑出来了 毛国栋呢 经常去城里面做生意 也算得上是见过世面 他拿着怪石呢 反复琢磨 直觉啊 这石头来历不简单 说不定啊 这是个宝贝呢 他这种 我相当高兴 他都不想吃 总法一直在手里这样 跑出来了 其他的村民看到这毛国栋的行为啊 都觉得莫名其妙 说不就几块破石头吗 他怎么可见的在那儿挖呢 毛国栋可顾不上这些了 眼里面心里面 那全是地下的宝贝呢 没想到他还真让他挖出了一块巨大的怪石 怪石呢 接近一米高 形状十分奇特 表面呢 坑坑挖挖的 毛国栋看着这块从煤坑里面挖出来的怪石 哎呦 心里面乐开了花 哎 那您说这毛国栋他怎么傻了吧唧的拿着个石头当宝贝呢 这其中可大有文章 什么文章呢 原来村子里面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说这些赵通啊 地下它不但有煤 还有龙 哎 这不是瞎说吗 龙那是神话传说中的产物 它压根不存在呀 可这村民坚持说 说有人曾挖到过龙骨 而且那龙骨呢 十分神奇 能治病 哎 村民说的是神乎其神 难道 真有其事 这就是村民口中挖到龙骨的人 他把这龙骨呢 当成宝贝 珍藏了二十多年 学生发现嘛 就是 那那是个 才美的嘛 我那个才美的 我们小时候 怕他有七八岁的时候 再这么就 我背着小背鲁 接着那个 只可以扣的那个 拿着中 村民口中的这些龙骨啊 看起来呢 和石头没什么俩样 却不像是石头那么坚硬 用小刀 才能够刮出粉末来 就是说拿着这个 出鞋了吧 出鞋 那就将这个 刮点面子 那个沿在伤口上 这些挺好的 那这些龙骨是什么呢 为何会有如此神奇的 治病功效呢 毛果冻呢 把挖出来的怪石当宝贝 难道那些怪石 他也是龙骨 没错 毛果冻呢 以前见过龙骨 刚开始呢 他还没认出来 那直到挖到那块 巨大的怪石 才惊觉 这就是他见过的龙骨 他没想到 自己挖煤 还能够挖出来一堆宝贝 那既然是宝贝 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啊 发现我就慢慢的 带了几个狗 慢慢个新 幸福了 我才拉 我才慢慢 我拉四个 拉的 掏钱 掏钱 当时我怕有三千来金 三千来金 这数字可不小 洪雨呢 想到几年前轰动一时的 嘉音巨骨之谜 有人在黑龙江嘉音县 就挖出了一堆巨骨 数量很多 形状奇特 外形庞大 加起来呢 有一千多金 当地的村民也说 说那是龙骨 怎么回事呢 哎 巧了 当地呢 也有一个关于龙的传说 说是黑龙江啊 原本不叫黑龙江 而叫白龙江 江里呢 曾住过一条白龙 那这些呢 和赵通的情况 他简直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呢 嘉音挖出来的明显 那是骨头 而这赵通挖出来的龙骨呢 你看着呀 像石头 也不知道是不是骨头 幸好呢 很早就有人研究过赵通的龙骨 那这些龙骨是什么呢 老伯行的说龙骨 龙骨 可以做刀口 有时候出鞋了 挂点 弹在上面 可以做刀口 后面 你董事里面有 其他山上 那些都有 现在呢 的确还有叫龙骨的东西 不过呢 它不是神龙的骨头 而是一种中药 是动物骨骼的化石 主要成分 它是碳酸钙和磷酸钙 能够止血和收敛伤口 哎 这不正是村民们口中神奇的龙骨吗 看来 赵通的龙骨呢 也是动物骨骼化石 那没跑了 哎 那龙骨它会是什么动物的骨骼呢 这时候呢 肯定有观众要说了 说家音龙骨和赵通龙骨 它情况都差不多 那如果知道家音龙骨 它是什么动物留下的 那赵通龙骨 那也就拔就不离时了吧 毕竟有这么大个骨头的这个动物 那也少见 哎 这话呢 倒也在理 那就先看看这家音龙骨是什么吧 家音龙骨呢 并非传说中白龙的骨头 而是恐龙化石 赵通的龙骨 那会不会也是恐龙化石呢 但是呢 这恐龙早在六千万年前 它就灭绝了 而这专家推测 眼前这些骨头聚精的 它不过三四百万年 看来这赵通龙骨 它并非是恐龙化石 那它是什么动物留下的骨骼化石呢 要想解开赵通巨骨之谜 那还得从那些骨头上面找线 毛果冻的每天 在三千斤骨头中翻来覆去 没想到 还真让它翻出了一个关键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动物鸭齿化石 专家拿这些鸭齿化石研究 发现 这个鸭齿 它的确不是恐龙的 而是属于一种叫 剑齿象的远古动物 剑齿象是分布很广 在整个中国南方 东南亚都有 是亚洲地区独有的一种古古代的动物 就是古生物 最早年代可能我想 迄近七八百万年 在赵通地下被深埋几百万年的这些神秘的龙骨 原来啊 它是骨像留下的骨骼化石 哎 这可是个重大发现 您要知道 过去呢 在赵通啊 和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剑齿象化石 专家们呢 还给这些大象命名 赵通剑齿象 在整个 中国或者是亚洲的南部 发现这个时期的动物鸭是少见的 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 我们能够解释 这个时期当时 就是环境和气候的变化 和国种生物的 演化历史 这是我们所说 最感兴趣的 2007年 吉学平呢 带着考古队呢 开始正式挖掘赵通的骨像化石 没想到 挖掘刚开始不久 就有了一个意外收获 那经过大约半个月的时间 一个完整的头 终于露了出来 而且是一个保存比较 比较理想的 是头的顶部 往下找的时候 看着骨骼越来越多 我们还发现 一块巨大的板 大概有 两三米长 一米多宽的一块板 当时让我 百思不得其解 三四百万年前 人类还没有出现呢 那怎么会有木板呢 这些木板是谁加工的呢 而木板之上 还集中发现了许多大象骨骼 就好像有人把这骨骼放在这个木板上一样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 原来是一个大的圆母 经过地层的压食作用 最后变成了管转 这个也能让我们判断一个相对关系 是知道树是先死的 大象厚死 所以才压在上面 但是他们即便是同时起来 而且为什么能保存这么好的骨骼 没有完全冲散开 很可能与这一块受益关系 旧的问题刚解开 那新的问题又来了 集学兵发现 他们在木板上找到的化石 竟然还原出了三头大象 其中两头呢 它是成年象 一头呢 它是小象 那三头大象为什么会死在同一个地方呢 之前发生了什么呢 看到这儿 红羽呢 第一反应它是动物集体自杀 就像澳大利亚的鲸鱼一样 可这三头大象好像够不上集体 那八成是天灾 比如说火山爆发 陨石袭击之类的 不可能 因为从这儿 这儿的环境条件来看 它没有陨石杂击的痕迹 没有运 陨石如果是有陨石 陨石砸下来以后 留下的坑 有一定的规律 它有些放晒状的 还有高温热烧的这些痕迹 我们在周围没找到 不是陨石袭击 也不是火山爆发 那是什么原因呢 就在这时呢 集学兵它又有了新发现 我们发现的这些大象都在碳泥层里边 碳泥层就当时是一种泥浊环境 实在的泥浊环境 它有可能是陷入浇灾里边 难以自拔 所以最终就倒在原地死亡 可以想象 几百万年前的一天 三头大象呢 来到这个湖边喝水 却遇上了地震 大树倒下了 大象呢 也陷入了泥沼 它无法自拔 长眠在了赵通这块神秘的土地之下 几百万年过去 古生物学家才把他们的秘密呢 告诉世人 看到这样的洪雨不得不感慨 陶古这门学科 它真真的是神奇 它通过科学鉴定 竟然能够还原数百万年前 甚至是亿万年前的历史 而这些历史呢 对于我们了解自己的家园 地球 了解生命的奥秘 十分重要 那再说 挖到古像化石的毛国洞 它并没有将自己挖到的化石 高价卖出 而是把这些化石呢 捐献给了国家 希望帮助考古学家们 发现更多的关于地球 关于生命的奥秘 也让人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说 感谢观看